但同大理部落接待山友 遭到縣府開閥的爭議持續燃燒 族人也強烈質疑合法化的標準以及程序 似乎出現多頭馬車的情況 民宿的標準到底要達到怎麼樣的標準 這個是我們要討論的一個 那我們在國家公園的福島 過去到現在貴婚 這麼對我們友善 現在是縣政府罰我們 這個是非常大的一個危機 我們一直也想要就是說 有一個安全的家 然後也想要很熱情的接待我們的山友 那希望就是三方的政府 單位能夠多多的就是給予我們協助 那包括在執行面的部分 能夠怎麼樣的給我們使命 然而縣府回應罰單無法撤銷 民宿合法化部分將會以專案方式進行 接獲申請後會安排線刊 順利的話一個月可以完成合照 但前提是必須依照觀光發展條例辦理 立委吳立華二十一號則邀請相關單位進行作談 研擬解套方案 貸管處則強調會全力協助合法化事宜 政委張錦生也建議各國家公園的新建山屋計畫 應該納入當地現有的原民房舍 協助修繕即可提供山屋服務 若同理部落有結構安全鑑定修繕等需求 希望貸管處編列經費協助 協助輔導它合法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希望短期之間能夠取得透過合法的房屋證明 或者是使用建屋執照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協助它現刊之後能夠就地的來合法化 我們各個國家公園可以考慮在這個山屋先建計畫裡面增加一項 就是補助原住民來提供登山服務的相關設施 政委立委吳立華則表示 後續將會協調交通部觀光局 針對本案依據觀光發展條例 沿以彈性的合法申請條件 逐步解決大同道理部落面臨的接待問題 原則新聞雜老Bits 華連秀琳採訪報導